由于我们对台湾的依赖 我们非常接近于失去驱动我们的公司和军队的微电子技术尖端优势 说这话的是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主席 谷歌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埃克里 经过两年的研究 他领导的这个由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委员会 得出了上述结论并于近日提出建议 美国需要建立设计和制造芯片的有韧性的国内基地 芯片制造所在的半导体产业 一直是台湾左力打造的重点产业 在全球工艺链中占据重要位置 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3月2日 在会见八大工商团体理事展时 不得已的说 近期一些工业大国希望台湾能够协助他们解决芯片缺货的问题 形式出台湾的关键地位 蔡英文进一步表示 未来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的推动六大核心战略产业 将台湾打造成全球高阶制造中心 半导体先进制成中心等 然而就在蔡英文准备给半导体等产业加把伙食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同日爆出了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的报告 却给美国同时也给台当局敲响了警钟 如果中国大陆吞并台湾 那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竞争问题 从领先两代人变成可能落后两代人 委员会联合主席沃克据此表示 对台湾的依赖是危险的 显然台湾的芯片制造业已经被美国盯上了 而台当局不久前的做法 恰恰又给了外界提供了口实 引发争议的正是蔡英文标榜的 工业大国希望台湾协助解决芯片缺货问题 路透社二月初就成爆料 在德国因汽车行业缺货 而提出购买台积电的芯片后 台当局经济部门负责人 顺势向德国请求协助取得新冠疫苗 但德方的态度低调且避而不谈 台当局要求疫苗换芯片的操作一出 舆论滑了 台媒2月4日刊登的社论指出 台经济部门负责人 此举是在拿芯片当筹码 另一浪运芯片收割外事成果 而忘了自己负责的是经济事务 此事发生后不久 美国英特尔高通 和超微半导体公司等企业的高管 更是联合智信美国总统拜登 敦促他支持在美国国内发展半导体制造业 而拜登也在2月下旬正式下令 政府对美国供应链可能的薄落环节 进行为期100天的审查 美国人民永远不应该面临 他们所依赖的商品出现短缺这种情况 拜登在白宫演讲时强调 我们需要停止扮演追赶的抉择 虽然面对美国台当局向来是不敢造势 但美国的疑心既然遗起 恐怕就难以消除 在半导体产业之外 美国政府净率 也在其他领域对台湾多有敲打 例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月1日发布的 年度贸易政策报告 并点名了对台湾表示严重关切 称其农业政策并非以科学为依据 有分析认为 台湾虽然是已经开放了莱猪进口 但对于美国的牛肉进口仍有限制 这引发了美方的不满 而就在3月2日 美国商务部最终采定 对来自18个受调查国家的地区 通用铝合金板征收反倾销税 这份名单中中国台湾客栏载烈 事实上在美国与台湾的贸易中 两者的地位从来都是不平等的 如果日后美国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提出强硬要求 蔡英文的那把火还烧得起来吗 或许前景并不如他所绚浪的那么乐观 网传台积电在美国建了6座5纳米的工厂 员工能够拿绿卡还薪支翻倍 优势可以看出 美国在金融科技军事三进合璧的过程中 台积电成为了美国卡中国芯片的一枚重要的棋子 目前基本是拆迁台积电的节奏 3月1日 美国政府的一个独立委员会 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 投票通过了一份长达700多页的收尾报告 报告中建议国会给中国芯片制造技术收紧瓶颈 以防中国今后在半导体领域超过美国 报道称 该委员会建立国会 限制中国采购制造先进计算芯片所需的设备 此类芯片被用于人领识别的监控技术 很多芯片制造设备来自美国的公司 例如应用材料公司和范林集团 这些企业已经受到美国的出国管制 不过这些关键的设备也可以从日本尼康公司 荷兰阿斯麦控股公司获得 报告建议美国与这些国家一同制定 对华芯片制造设备出口许可的政策 还宣称要让中国半导体行业落后美国两代 除了提出要保护美国芯片制造技术外 报告还建议发展美国自己的芯片制造业 该行业在过去数十年中 迁移到了中国台湾和韩国 报告建议基于半导体业 投资40%的免税额度 刺激美国的芯片工厂建设 目前该委员会已经将报告提交给美国国会 事实上美国自己的芯片制造能力也不行 它在把全球的芯片制造能力转移到美国 转移后就可能打击全球的其他区域制造能力 核心是要掌握全球的高端芯片制造 并以此封锁中国 另外也是对台湾被中国可能即将收复的担忧 因为一旦台湾被统一 美国的芯片制造将被我们掐使 所以他们要趁着台湾收复前赶紧的转移制造能力 中国其实应该想办法阻止台湾 将芯片制造能力转移到美国 台湾的芯片制造能力本质上是中国的 不能在收复前都被美国拿走 美国或将收紧技术 以防中国主导半导体领域 美国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 上月一日向美国国会建议 收紧芯片制造技术阻塞点 以防止中国未来几年在半导体领域超越美国 据报道 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 建议压制中国购买生产先进电脑芯片 所需的制造设备的能力 这些芯片可以用在面部识别等监视技术中 报道称 许多芯片制造设备来自美国公司 而且这些公司已经受到美国出口管制 报告建议美国与这些国家进行协调 在针对书华先进芯片制造工具出口许可证 制定推定性拒绝政策 并提出促进在美国制造半导体的措施 委员会官员说 美国的首要保护策略 是要比中国的芯片行业跑得更快 在全球芯片产能紧张的大背景下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言人田玉龙昨天提到 芯片产业是一个全球性的产业链 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合作 共同打造芯片产业链 使它更加的健康和持续发展 最后还需要强调的是 台积电本身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中国没有台积电这样的产业能力 损失的将是几场收复台湾的战争费用 如果美国已经认为中国几年内可能收台 那么将美国自己也没有的芯片制造能力 从台湾转移到美国 并且在收台前让台湾上师芯片制造能力 是一定会考虑做的行为 这个傻子都会这么做 如果美国自己没有这个制造能力 我们说服台湾后 美国的几大芯片公司将被中国掐死 我们到时候不可能让台湾 继续给他们造芯片 美国人存在着担心 这就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